听说了吗 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 在一封名为写给亲爱的同事的邮件当中表示 申请研究咱们嫦娥5号于2020年采集的月球土壤样本 那是有必要的 主要是因为咱们的月壤样本具有独特价值 电子邮件当中说 这些样本是来自NASA尚未采样的月球区域 预计将为月球地月系统的地质历史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并且有可能帮助NASA制定未来的月球探测计划 这次申请要本研究将确保美国研究人员 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拥有同等的研究机会 表面上看 这是要我们两国航天机构之间首次开展此类合作 但是背后的逻辑大家想过吗 众所周知 月球是人类探索太空的第一站 也是展示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重要舞台 自从1969年 美国首次实现载人登月之后 月球探测就成为了太空竞赛的焦点 不过自从1972年 美国最后一次载人登月之后 人类对月球的兴趣似乎有所下降 直到我们中国崛起为太空强国 重新点燃了月球之火 我们的探月工程 自从2004年启动以来 已经成功实施了嫦娥1号至5号等多个任务 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 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包括第一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的国家 第二个从月球带回采样的国家 第一个在月球上种植生物的国家等等 而且我们还计划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载人登月 并在未来建立永久性月球基地 那怎么到了这个时候 他们美国人又让我们提供样本呢 那当年他们用沃尔夫条款 对咱们太空发展进行限制 甚至可以说是封杀的时候 怎么不说我们的探索有研究价值呢 导致我们都没办法使用国际空间站啊 后来是我们中国靠自己一步步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 现在又要分享我们的研究成果了 这本身就不合逻辑吧 话说美国登月都这么多次了啊 要研究你拿自己的样本研究不就行了吗 研究我们采集的月球土壤干嘛呀 难道说真像传言说的那样 他们登月的真实性有待考察吗 还是说看着我们即将又要有登月计划了 现在急了 怕我们太成功了 在这硬硬硬的玩双标呢 这不是沃尔夫条款还在呢吗 怎么又要批准可以申请要我们的样本了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朋友们 咱再说啊 您听网上有公知说过这样的话吗 就美国呀很强大 不继续登月呢 就是因为该研究的都研究的差不多了 没有必要继续登月了 那既然如此的话 怎么看我们要准备载人登月 就开始向我们要月球土壤了呢 这不又是大型的打脸加双标现场吗 话说这种事 他们可不是头一回干了啊 双标呢也是西方最擅长的 包括他们的媒体在内 带领他们在咱们土地上远程养殖的某些公知们啊 也都是非常懂得双重的标准可以怎么玩的 咱们大街上有人扔垃圾 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素质差 美国的大街上无家可归者 不止乱扔垃圾 还随地大小便 那就是人家拥有自由的灵魂 不想让我们发展的时候呢 就给你拿出个条条框框 说你必须遵守 看你突破封锁发展起来了 又说给条条框框开个绿灯吧 把你的成果给我们研究一下 大家听听看啊 是不是都对上了 不管是生活中网络上 我们见过的那些精神美国人 还是他们高层在处理国际上的大事的时候啊 妥妥的双重标准 思路都对上了 绝对是一个师傅交出来的呀 咱们再说回登月啊 有些朋友可能好奇了 为什么我们让美国人这么害怕 并且百般阻挠呢 大家知道月球上有多少稀缺的太空资源吗 包括矿物质 冰水 氦三等有价值的物质 氦三是核聚变反应堆的理想原材料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他们或许想着利用月球基地 作为一个战略要地 从而在未来的太空竞赛当中占据优势 可以说啊 我们探月工程的迅猛发展 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曾经美国作为唯一一个成功进行载人登月任务的国家 一直把太空视为自己的领地和霸权 如今我们航天崛起 和中国航天在嫦娥探月工程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都让美国人充满了担忧和嫉妒 所以呢 他们急着在自己有一定的权利和影响力的时候 试图控制太空资源和规则 于是乎您就看到了 曾经他们让我们遵守某条款 今天又要开绿灯 怎么对自己有利可图就怎么来呗 一点原则没有 道理就这么个道理 咱们是搞清楚了 那我觉得啊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越要继续坚持 努力走自己的探月之路 不论到什么时候啊 都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同时提防别有用心者的阴谋和阳谋 这样做啊 既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发展 也是为了全人类和平探索太空 做出贡献 双标他们可能玩的挺溜 但是论格局这一块啊 他们跟我们比可差的太远了 嗯